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化悟空 十种葫芦强度排名 葫芦配酒 越喝越有 黑神化悟空有十个葫芦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十个葫芦的排名 主要是根据拿到的时间 一周末和高周末的表现 和酒品的适配度 以及是否承担一些特殊用法 来排名 那么按照正常游戏获取时间来一个一个说吧 上青宝葫芦 使用洛家香腾升级的初始葫芦 最开始四口 黑风山能喝到五口 黄风铃能喝到六口左右 小夕天能喝到七口左右 弹丝洞能喝到八口左右 火焰山能喝到九口 然后遇到元首成能升级到十口 没有什么特殊效果 圣在能喝 可以喝十口 和所有酒的适配度都很高 比如配合穷姜能比别的葫芦回很多篮 能喝的次数多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玩家甚至可能一路升级 从头用到尾从来没换过 这里排在S 真仙红葫芦 预购版 低口能回满血 让玩家有了更宽裕的BOSS招式学习时间 帮预购版玩家更快更轻松地 获了广自和幽魂两大新人杀手 大部分预购版玩家可能到了小溪天 糊涂界 龟岛都因为惯性依然装备着真仙红葫芦 是个非常好的前期过渡葫芦 虽然后期几乎没有用途 但在前期资源匮乏 摸索 除夕玩法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葫芦非常不错 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要更重要 对吧 这里给个A 五鬼葫芦 可以喝五口 治疗效果减半能增加15点攻击力 击败风苦后 旁边宝枪获得 本来大家的酒在这个时候 治疗效果都不太够看 现在在减半 高手也许会考虑用一下 但大部分玩家面对能喝六口的 初始葫芦和五口的真仙红葫芦 应该完全不考虑五鬼葫芦 至于这个治疗效果减半 我放在它的上位 妙仙葫芦里去说 属于前期只有高手用 后期又有更好的替代 这里排在C 燃葫芦 可以喝七口 喝下之后寒冻不清 在打不白之前获取 小夕天有不少怪都会对你产生冰冻攻击 七口的量和能升级的初始葫芦也差不多 而且还能增加20点气力上限 在一些比如压香克持续冰冻的打法中有用武之地 缺点是路线比较隐藏 不少玩家拿到的时候已经通关了小夕天 如果你在打不白之前拿到燃葫芦 或者你会用压香克 那么用场会很大 可以排到A 如果是通关或者是通了小夕天这个章节后 查漏补缺的时候拿到 那就只有C 呃...取个平均就排在B吧 真仙红葫芦 普通吧 在小夕天马哥的地方获取 狂风015 嗯...如果你打到这里 初始葫芦也能喝7到8口 只好 而且马哥之前又非常容易断 断了就只能二周目获得这个葫芦了 二周目在获得这个葫芦 真的是百无一用了 妥妥的地 玉冠英葫芦 恢复场中毛猴生命 打到第三章从生猴处购买宝莲玉葫芦 然后用三个洛家香腾升级一次获得 能喝8口 专门为了风生购注的葫芦 但是这个时候身外生法很难成为主流玩法 而且此时洛家香腾给初始葫芦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所以大概率很少有人用 到了多周目开始开发各种玩法的时候 尤其是开了第六个蒸汽 分生可以打出蓄力的时候 分生玩法就开始有了值得开发的价值 那么玉冠英葫芦就有点用了 这里排在壁 香飞葫芦 饮酒后一定时间增加火焚耐性 且免疫熔岩定面 四妹去不了心心念念的山外青山 但是给了你一个葫芦让你平平安安闯过火焰山 壁火灶冷却时间过长 打火焰山很多boss的时候 一旦时间拉长就很危险了 再加上推图时候要在火焰山岩浆上来回走 这么一个葫芦会让你的火焰山之旅变得非常安逸 能喝八口也是顶级的水平 这里给到A 妙仙葫芦 在盘斯洞推进到打猪八戒的时候能带深猴处购买 恢复效果减半 饮酒后一定时间增加攻击伤害 能喝八粉非常多 虽然恢复效果减半 拿到后大部分玩家可能不会换上 但是它的恢复效果减半只是针对酒品而一次性的固定回复量进行减半 不影响根气点出的长变百草加成 也不影响一些酒品缓慢回血的效果 加上玩家随着游戏的炫入越来越意识到攻击是个非常稀缺的玩意儿 这个葫芦的含金量就上来 如果点出长变百草 那么即使是喝龙膏也能够回复三成的血量 还能够加攻击 在二组目中 这个还能够很好的搭配干核烧这个酒 因为恢复效果减半的效果只针对干核烧的固定部分 不影响后续回复部分 对于一些 比如千日醉和玉叶这样的恢复效果拔全的酒 减半也有三成 但是对于无优序这种 它的效果减半就会影响危机时刻的回血 我是想把它排在S的 但是鉴于它可能不适合所有的玩家 所以排在了A 彩玉葫芦 独敌大王下面的葫芦 营酒数量已经小于同期的那些葫芦了 至于营酒速度确实是快 但是大家往往是拉开香味和葫芦 说久的时间还是有的 如果你经常要在BOSS攻击间隙喝酒 那么我这里推荐泡酒物铁带 这里采玉葫芦给到C 乾坤采葫芦 效果是喝下最后一口酒 可以增加30点攻击 高手向葫芦 无伤速杀大佬的心头好 对于普通玩家可能甚至不如真仙红葫芦 只能给到D 对于高手玩家来说 他们也会觉得每次打之前要喝6匙才能喝完 不嫌烦 说不定也给不到S 平均一下 我就给个C吧 喝 嗨 嗨 嗨 要吃 喝啊 不 不 清甜葫芦 二中目从深喉处购买 无限畅饮适合所有流派 推涂打BOSS都很舒适 能时刻触发喝完最后一口酒的效果 和所有的酒都能搭配得很好 在你满血的时候搭配龟类也能补兰 反正一段时间又能继续喝 而且还能够搭配博山炉这个神器 每次看到博山炉 我都会想到如果乾坤采葫芦能装在清甜葫芦里喝 那该多好 这里是我不闪不避 博山炉混铁棍牛魔套 占如四中目大院八戒 清甜葫芦 S级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这就是我的葫芦排名啦 这也是个趣味排名 大家更喜欢哪种葫芦呢 在评论区讨论讨论呗 天上公雀 回不去咯 以罪 解千仇 notable 什么 é 那0 他的